你知道把一个人逼疯需要多久吗 如果告诉你只需要短短6天 而且还是把几十人逼疯 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 这是一部根据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叛逾风云》 我们的男主小帅刚刚失业 这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薪水丰厚的实验工作 一天1000美金 坚持14天就可以拿到14000美金 小帅毫不犹豫的参加了 经过层层筛选 小帅和另一群人来到一个模拟监狱 参加这场人性实验 为首的科学家开始分配角色 精心挑选的人成为狱警 剩下的人则成为囚犯 紧接着科学家带领几名狱警换好衣服 配上属于权力象征的警棍 然后开始宣布试验规则 第一每天进食三次 食物必须吃完 第二囚犯每天有3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 第三囚犯只能在规定区域内活动 第四囚犯只能在被问话的时候说话 第五在任何情况下囚犯不允许和狱警接触 破坏规定者将导致集体惩罚 如果没有惩罚 红灯就会在30分钟之内亮起宣布试验结束 有人离开试验也会结束 到时候一分钱都得不到 而且不准出现暴力 否则实验也会终止 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挺懒散 狱警金发哥宣读规则时 根本没人把它当回事 甚至有人调侃到 你还真入戏了呀 金发哥也是很尴尬 继续读着规则 现在情况还算和气 但很快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自由活动时间 一个黑人大雅将篮球砸到了一个黑人狱警身上 黑人小伙直接倒地鼻青脸肿 这根本就是无意的 但金发哥表示 你还记得第五条规定吗 老头必须受到惩罚 大家都知道他是无意的 但红灯那边的人可不这么想 规定写得清清楚楚 任何违反规则的人 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 否则红灯就会在30分钟之内亮起 到时候谁也拿不到钱 为了不冒这个险 也不能太过得罪囚犯们 他们建议给老头一个小小的惩罚就算了 罚他做十个佛娃称 可老头瞬间就不乐意了 明明是个意外凭什么发我 老头说话也是越来越难听 金发哥赶到自己的权位受到了挑战 他立马下令所有囚犯全部十个佛娃称 很多人开始愤怒了 眼看就要爆发冲突 可也有点小的 行了别磨叽了 做十个不就完了吗 你们不想要钱了 小帅第一个趴下来 接着众人不情愿的做其佛娃称 看到囚犯们受罚的狱警老黑 感到深深的后怕 他一向是个胆小内向的人 40多岁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今天的惩罚让他心里十分不安 而刚刚惩罚完囚犯的金发哥 则是喝起了酒 这种大权在我的感觉 让他非常有成就感 30分钟到了 红灯并没有亮 这说明他们做的对 红灯那边的人认可了金发哥 这让他更加的兴奋 然而到了第二天 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第二天囚犯们开始吃饭 狱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 非常丑陋的酱豆 去黑的颜色和粘稠的夜状 让很多人感到恶心 一些囚犯选择不吃 但狱警告诉他们 囚犯必须把食物全部吃完 小帅脾气也是上来了 他表示自己不想吃这种 像狗屎一样的东西 这时金发哥走了过来 食物必须全部吃完 否则谁也别离开 小帅直接把酱豆 倒在了狱警手上 金发哥说道 看来你们又想做俯卧撑了呀 俯卧撑开玩笑 真是给你脸了 大爷直接把饭团呼了过去 所有囚犯都沸腾了 如类一般的嘲笑声 不绝于耳 狱警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如果没有办法应对的话 试验马上就会结束 而且还不能使用暴力 狱警老黑想了个办法 既然不能打 那就侮辱他们 趁着囚犯们睡觉的时候 他们拿着灭火器使劲的吹 并将小帅靠在了门上 因为他是意见领袖 煽动了大家 所以小帅必须受到惩罚 胆小的老黑颤颤巍巍的说道 以后类似的事情再也不准发生 听明白了没 囚犯们都遵命了 几名狱警表示了对老黑的肯定 一向懦弱的老黑来到厕所 看着敬重的自己 他第一次感受到身上的男子气概 这种感觉太棒了 发现51号囚犯小胖没来 老黑立马带人去查房 这才发现小胖的糖尿病犯了 需要胰岛素 东西就在他带来的物品中 但根据规定 任何外来物品都不准带入牢房 此时的老黑有些慌了 金发哥赶忙说道 我有个亲戚也有糖尿病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老黑听后让小胖赶紧起来 可小胖根本站不起来 老黑让几个人把他架了出去 小帅本想着上前求情 老黑表示你无权和我对话 小帅很是愤怒 两人发生了口角 老黑抄起警棍说道 你是不是想受罚了 冲突的两人被众人拉开 每次都是小帅在挑战老黑的权威 小帅似乎就是囚犯们的领袖 而且囚犯的人数远多于狱警 老黑要想树立自己的权威 就必须杀鸡敬猴 最佳的下手目标就是小帅 他们把小帅绑在凳子上 然后剃光他的头发 老黑走过来问他服不服气 但得到的却是一顿臭骂 愤怒的老黑一脚把凳子踹倒了 接下来几名预警用尿液来侮辱小帅 晚上后的老黑十分兴奋 但黑人小哥觉得他太过分了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 他就退出 退出开什么玩笑 你想退出就退出吗 这么多人的钱都绑在一起 这可由不得你 很快到了第四天 小胖的病情还在家中 小帅吃饭的时候 偷偷给小胖留了一块面包 到了夜晚小帅联系黑人小哥 只要小黑答应把胰岛素带来 自己就分给他一千美金 小黑不为所动 小帅继续说道两千美金 小黑淡淡的放下一句话 我对钱没兴趣 我不要你的钱 可小黑转身就来到了储物柜 但很快就被老黑等几名预警发现了 回头老黑亲自把胰岛素放到了小胖床边 然后礼貌的冲小帅笑了笑 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了 很快小帅被带到了厕所 这时的老黑已经把头发剃了 他告诉小帅你又违规了 作为惩罚呢 你必须把所有厕所的卫生打扫干净 小帅当然不愿意 他解释到小胖没有胰岛素的情况下 很快就会死的 后面都看着的 如果小胖真的有生命危险 你觉得他们会不管吗 你比科学家还懂 小帅大骂老黑 你真的是疯了 简直就是变态 老黑命令小帅马上清理厕所 但小帅宁死不从 我就是不去 你能咋地 愤怒的老黑将他拉进厕所 直接按在马桶里 逼着小帅说我是囚犯 不说就继续 反复了好几次 小帅还是认怂了 这让老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惩罚完小帅 老黑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清理门户 他们把黑人小哥带到死角 暴打了一顿 然后将所有囚犯叫了出来 老黑宣布从今往后 黑人小哥将不再扮演狱警角色 他将成为囚犯的一员 小帅彻底怒了 他将衣服脱掉扔在地上 老黑看到了 让他把衣服捡起来 否则马上受罚 分手的小帅爬到监控处 冲背后的人大骂 问他们为什么还不停止这切 但很快他就被狱警拉了下来 老黑恶狠狠地告诉他 不准和外界联系 这是规定 小胖一怒之下 立马倒地陷入了抽搐 老黑将小帅关进了管道里 他下令将所有囚犯分开关押 不准任何囚犯相互交流 而昏迷的小胖就那样 在牢房里躺了一夜 老黑做得太过分了 有些预警表示要退出 老黑却说红灯亮了吗 没有吧 说明我们依然是在按规矩办事 转眼间到了第六天 挣扎到半夜的小帅 从管道中爬了出来 救出了正在被金发哥欺负的小白脸 两人将金发哥一顿暴打 将其勒晕 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逆来顺受了 当小帅看到小胖时 他已经死去了多时 牢房很快沸腾了起来 他们开始疯狂地攻击老黑的办公室 老黑和其他预警抱头数窜 监狱的大门已经锁死了 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 老黑被打得遍体鳞伤 很快就要出人命 那个从来不亮的红灯终于亮了 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 试验结束了 狼狈的众人坐上了回家的大巴 此时一切的矛盾都消除了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何愤怒 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人 而这也只是一场游戏 虽然实验只进行了六天 但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一万四千美金 却没有一个人高兴的起来 这场游戏无疑是人性的放大镜 在欲望的支配下 所有关于人的阴暗面 都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导致今天的这种情况 无疑就两个字 利益 只要一人为归 所有人都拿不到钱 只要还有人想着钱 无论是狱警还是囚犯 都会想着忍意是风平浪静 为了钱先忍了 那么对方就有了震慑他们的力量 不服从的话 利益就会被剥夺 大家都是志愿者 本身并没有区别 所以大家从一开始在心里 就没有对狱警真正的恐惧 而没有恐惧和暴力 权威是立不起来的 而老黑由于力量的薄弱 导致了管理的困难 加上权威不断的被挑战 让他的控制欲不断飙升 最后被幻化成一个恶棍 因为他本身就弱小 一旦掌握力量 就会比任何人敏感 所以只能更加变本加厉 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我是北墨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